就是有智慧啊 跟疑慈啊 那个迷物 就四个 这个文师菩萨所问的啦 这个什么叫做智 什么叫迷 什么叫鱼 什么叫物 这个佛就回答 所以我们这个有智慧的话 就是知道有佛道可修 就是能够这个修道 能够修道就能够脱离苦海 这个在繁城是有智慧才会做 有智慧就会选择 那我们了解说我们整个这个世界的潮流 所追求呢就是明跟力 都是现象 等于呢要他来追求这个修道 我们要了解真理啊 可以说不入流 好像不进入正确的轨道 可是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繁城啊 它是苦海无边 我们在繁城啊 所遭遇啊 一切都是苦 那我们啊 怎么样才能够偷苦 把这一些苦啊 都免辞掉 就是要修道 我们啊 为什么会落入繁城 就是因为我们啊 不知道真理 起心动念 那我们有念头才落入繁城 那现在啊 我们在繁城 手造的业啊 就不 不只是说 那个一念的妄动 落入繁城 那么样 那个很小很少的业 我们现在呢 已经啊 造了蛮多 业都已经造了蛮多 那多到我们已经都迷糊了 都不知不觉 到底啊 自己是有多少的业障 那我们要了解 那个佛一篇修一篇啊 里面也是这样讲 所以你做了多少业啊 你就要接受多少果报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那我们因为在繁城 越造到已经不知道了 那所受的苦啊 也已经很麻痹了 都不知道是在受苦 那所以啊 我们越来 不要说 那个般若 就是我们智慧啊 也已经都不见了 那假如说我们能够 万人都放下 云然不生 我们可以培养 我们的波罗妙智慧 这个是最理想 它是超越智慧 我们讲智慧是繁城 比较能够算是清醒的 头脑很清醒的 会用 用智慧 那假如说我们已经可以 繁城的万远方向 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心啊 都已经没有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波罗妙智慧 它会呈现 然后只要我们有 波罗妙智慧啊 繁城的一切啊 都了了后面 那个是使以佛性所具备的 不是说我们落入 繁城耶 在佛天学来的 不是 是我们自己的佛性啊 所具备的 那只要我们能够 放下繁城的一切啊 我们的 那个波罗妙智慧 它才会呈现 那只要我们呢 这个依赖 磕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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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磕 那只要是这样的话 就一定没有波罗 那个波罗啊 不是我们在繁城啊 可以学得到 可以学得来 不是的 那是完全都是 我们佛性既备 那所以啊 我们只要在繁城 可以把繁城的生命心啊 都放下 那么只要生命心放下 我们就可以啊 产生波罗 那我们啊 这个每天啊 都能够放下 我们的生命心 那波罗就一天一天回来 一天一天增加 那到后来啊 我们就可以整个啊 寥寥文明 虽然说还不到达 整个佛性大用 可是大用的 那个佛性啊 会慢慢呈现 那呈现的 那个起头啊 就是我们的 第六感 特别敏锐 然后再接着啊 我们会有 那个五眼六通 我们在繁城啊 不追求神通啊 可是这个神通 是我们佛性所具备 本来有的 我们因为啊 在繁城追求的方向不对 所以啊 本来有的不见 它出不来 因为我们都把它压抑啊 把它啊 这个压到呢 这个没办法 这个出现 那只要我们肯放掉生命心 生命心都肯放掉 没有了 没有生命心 我们波罗就呈现 那波罗呈现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 我们佛性的五眼六通 它会慢慢呈现 会慢慢出来 自然就有 会很奥妙 那所以啊 北部的前弦 他已经呢 有修到说 今天啊 的朝遇 早上啊 就会了解到晚上 整天的 经过的事情 遇到什么人 早上都会全部知道 好 那个就是啊 第六感 特别敏锐 它不是学的 那个是 放下生命心 自然 回到佛性的功能作用 所以只要我们肯 那只要我们肯放下生命心 完成的 对待的 都放下 只要我们肯这样 那我们就 慢慢就可以具备 我们佛性的大用 那佛性的大用啊 可以转移啊 可以转移啊 四天象 就是东圣神州 西牛鹤州 南山 我们住的地方呢 南山部州 还有北济鲁州 可以啊 转这个四天象 那我们喔 不用去转那个啦 我们转不转喔 可以说对我们都没关系啦 只要我们进入佛性本体啊 我们是非常宽广 那我们今天手上 有拿一张喔 那个是 天文学喔 那个 寿宿蕾 给佛学的 那佛学说 要给大家看啦 圣过语啊 就是 只有佛学看 大家看啦 就了解说 我们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啦 在整个宇宙 那个天文来讲 它是很短暂 不长 那我们喔 就是要了解 不长的 啊 这个 我们说呢 一个圆会啊 说不长 可是啊 我们要知道说 一个圆会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然后啊 有 六万年喔 它是 没有形象 就是啊 没有生物啦 生物没有 然后六万年啊 有 有生物 就是有我们的一些众生 那我们经过啦 已经喔 不可算的 圆会啦 喔 所以啊 我们老师呢 就在那个 谢谢你 那首歌里面啊 有讲 所以我们都会记忆啊 啊 以往的喔 喔 哪个圆会 以及啊 我们的六道人会 可是我们啊 喔 这个 前一世是什么都不知道 喔 这个隔胎啊 喔 我们受怀胎的时候 隔胎我们就迷媚了啦 喔 都不知道前一世啊 我们是什么 喔 这个身份 生活在哪里 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我们喔 不要说这个 不知道就没有啦 喔 有 都存在 因为我们佛心啊 不生不昧 喔 啊 就是被我们啊 这个业啊 带 我们业把它带到喔 这个 收口世界 喔 到这个整个地球 然后在亚洲 喔 在中国 在台湾 然后现在在台南 我们把 喔 我们的佛心啊 就带到台南来 可以有没有带来啊 喔 都很亲切啊 都带来啦 喔 你到哪里就带到哪里 佛心都不会拒绝 喔 所以我们了解到 喔 我们在环城的生活 虽然都是耶 喔 佛心在主宅 可是我们六道人回九 变成啊 我们六根在主宅 我们现在啊 不知不觉 喔 各位千贤 你是哪一根 在主宅你的身体 哪一根 眼根耳根 鼻根 嘴根 身根 哪一根在主宅 我啊 不知道 就这样在生活 我啊 我这边备金的想要吃 然后啊 工作做出来 晚上 手指洗洗又睡 明天再又站 这样 就一生过了 就这样子吗 喔 一定不是的啦 喔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一落入环城以后啊 喔 喔 我们喔 可以主宅 我们要往哪个方向 喔 要怎么样的做人 往后啊 喔 身体不在了 我要去哪里 我们在世的时候啊 可以规划 喔 只要我们有很坚定的心 说我要修道 我要成道 我要成佛 只要有种坚定的心啊 那我们喔 朝这个方向努力 喔 自然呢 就可以达到 喔 我们呢 想到的 喔 地方守在 那假如说我们喔 喔 没有喔 得到 也没有修道 也没有益到喔 喔 这个心理心法 那大概我们也在六道人回之中啦 喔 都脱离不了啊 六道人回 喔 那我们要知道说喔 喔 现在虽然在环城可以改变 可是假如说你没有基言 然後益不到三知识 喔 你就呢 求不了道 也不知道修道 修道呢 也益不到呢 上圣佛法 喔 修道没有心法 修不成佛啦 所以要知道说 喔 虽然已经有 很幸运啦 可以求道 可以修道 那还要具备啊 很幸运的 喔 就是啊 听到 喔 我们的心理心法 喔 能够了解到 喔 我们所追求的 欸 是超越啊 整个现象 喔 整个现象啊 喔 全部啊 都超越 喔 那我们一般的凡臣啊 啊 从来都没有这个心思啦 喔 想都不想 喔 因为这个呢 畢竟啊 喔 就是 追求 走了以后啊 啊 不是 喔 这个我们凡人 首要的 凡人首要的呢 都是物质的生活 那我们喔 这个修道啊 完全都把物质啊 拋开 喔 不投入物质啊 喔 我们假如说 进入物质的生活 我们会被物质引诱 那被物质引诱啊 我们会喔 喔 贪念凡臣 就會沾了很多的层垢 凡臣的污垢啊 我们满身都是 那这样的话喔 喔 我们就是了解到 喔 脱离不了六道人灰 全部啊 全部啊 都在六道人灰之中 全部都是这个啦 啊 会很清晰 比我们这个现场的喔 这个喇叭还要清晰 喔 都有机关 喔 啊 这个也都是为了要 让我们能够喔 了解喔 喔 因为我们透过啊 喔 这个语言 透过声音 然后啊 让我们喔 真的追求 能够到达 喔 我们最深的喔 不生不昧佛性本体 啊 所以啊 喔 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那个喔 很深的佛性本体啊 真的是 无底深焉啊 你越追求喔 它越多越深 啊 越了解越多啊 喔 你就会知道说 我们人真的很渺小 喔 那我们佛性啊 宽广无比啊 喔 像我们这个上个礼拜喔 第三个问题啊 有八个问题喔 只有回答三个 那因为第三个问题喔 已经牵涉到喔 我们地球的那个来源喔 喔 那我们研究啊 喔 喔 那就已经呢 喔 有探讨 那个地球的来源 是因为我们人 迷喔 喔 跟忘喔 喔 忘就是跟真相对啦 啊 有迷了 然后又齐忘了 崇祯其忘 这两个字 迷忘 才产生西空啊 那这个西空喔 各位就是要了解 我们研究性与心法 知道我们整个空间啊 都是佛性 那个空喔 是真空 可是我们迷忘的西空啊 是完空 喔 是我们社会人士啊 所认识的空啦 他的空里面啊 什么都没有 欸 空就是空啊 什么都没有 那个叫完空啦 喔 那个啊 完美的空 那我们佛性啊 喔 有启发了以后 整个空间啊 都是佛性 所以叫真空 空中不空了 有佛性在 喔 他没有有 没有形象 我们的佛性啊 真空妙有 喔 那因为真空 喔 因为空 他不漏入啊 喔 这个形象 他没有形象啊 就不生命 没有形象就不变化 那所以我们只要进入佛性本体啊 喔 他就啊 没有生命 没有变化 那我们呢 就是一定要呢 要能够进入 喔 所以啊 迷忘以后才有西空 西空有了以后 才立世界 因空 建立世界 那世界有了以后 才有众生 众生有了以后 才有业果 所以啊 从喔 整个我们佛性啊 喔 喔 那个啊 是非常宽广 喔 宽广到整个宇宙西空 喔 我们这个是太阳序啊 欸 那我们的佛性啊 是超出整个太阳序 欸 所以啊 假如说我们看佛经 它有呢 喔 记载说 无量的佛世界 喔 那个无量无边的佛世界啊 欸 我们的佛性啊 都可以到达 看看我们要到哪一个佛世界 只要修正 只要修正成道成佛 你就可以去 喔 那我们最常听到啊 喔 西方极乐世界 喔 东方啊 流离世界 喔 南方啊 保证世界 北方啊 建成世界 只有这东西南北 比较常听到 那再接得无量的佛世界啊 真的都不曾听过啦 从来讲得出来 我们也不认识 那我们知道喔 喔 不是不认识就没有 一样有 只是我们还没有 喔 那个程度啊 去到那边 那假如说我们成到了 成佛了 喔 就有资格 喔 到无量的佛世界 喔 我们可以去啊 看要到哪个佛世界啊 都可以去 可是我们现在喔 因为都还没有 请佛性主宰我们身佛啦 所以啊 我们没有办法主宰说 我们喔 要到哪个佛世界去啊 没有办法主宰 所以现在呢 我们都被业啊 推 喔 被我们的业力啊 推到现象来 现象 那我们喔 被业力推来的 不能拒绝啦 喔 推来当人 我们就人 推来 当呢喔 那个三二道 就三二道 推到呢 天道就天道 喔 都是夜 三月啊 是天道 二月啊 三二道 那我们了解到说 我们可以啊 佛性主宰 所以佛学都一直鼓励啊 喔 我们一定在生活之中 请佛性的出来当家 那请佛性当家 我们到有一天啊 一口气不来 我们佛性当家喔 走东往西啊 自由自在 条条大路啊 都通你天 那我们喔 假如说不研究 喔 这个心理心法 喔 不了解 虽然说有求报啦 是很师胜不错 可是啊 你喔 没有修啊 就没有办法主宰 那现在我们喔 都有启发佛性本体 我们请他出来 在日常生活之中当家 那么一口气不来啊 我们就可以主宰 自己走东往西 喔 这个啊 是很殊胜的 最殊胜的啦 我们这个听都没听过 喔 听都没听啊 怎么做 你不知道做啊 你怎么可以到达 到不了啊 所以就是要做 你在日常生活啊 各位前行 日常生活 请佛性当家 跟请六根当家 哪个容易 大家都知道六根容易 为什么 因为习惯性 假如说我们从一面的妄动 落入繁残 就请佛性当家 那我们现在也是很习惯 都佛性当家 那佛性当家很快又回去了啦 不在这个苦海流连 我们现在喔 都回不去啊 那为什么回不去 因为六根当家 那六根当家 手造的不是三就是二啦 那三二月啊 就是一定啊 就是一定啊 在六道人回 那我们 请佛性当家 不会说很困难啊 看我们 愿不愿意做 愿意做啊 我们就可以做得到 假如说意愿都不高 那六根又那么习惯的当家 那真的就很困难 那看我们喔 愿不愿意啊 愿不愿意成佛啊 愿意 愿不愿意请佛性当家啊 愿意 这样就差不多啦 可以请佛性当家的话 那我们喔 一口气不来啊 都可以请佛性当家 你啊 条条道路啊 就通罗马 都可以通到里天了 那我们要知道说喔 六根当家 因为 说喔 这个想的念头啊 都是耶 善乐耶 那个耶啊 就一定接受果报 那我们接受果报又迷惑 就这样喔 没完没了 那我们佛性当家的时候啊 因为佛性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独立体 它没有两边 没有对待 所以佛性当家没有喜欢讨厌 既然没有喜欢讨厌 就没有取舍 没有取舍 我们行为就不造业 不造业就不受苦 所以我们了解说 原来佛性当家有这么殊胜 可是没有人家里提倡的话 我们也不知道做 也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我们上上个礼拜有说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诀 还记得吗 我们心里面想什么 我们身体做什么 我们都保持那个绝 这个绝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因为不绝才造业 因为不绝才起心动念 才造了业 才受苦 那假如说我们都是绝 虽然说已经起心动念 可是你在起心动念的那个 刹那间 你都知道 所以我在起念头了 然后是什么念头 你也都知道 这样的话 各位浅显 有这个浅显曾经就这样反应 所以我们人不是每天都是绝吗 也知道心在想什么 也知道身体在做什么 有没有这样 想一想还真的有一点 你心在想 辛苦在做 都知道啊 这样都是绝啊 我说没错 那为什么说这么简单的方法 我说我们下手的时候 不要太困难 你下手太困难 我们不容易做 那不容易做会把它宿诸高个 不做了 那不做永远都没办法改变的 那从容易做的地方下手 心里在想什么 身里在做什么 很容易 你从这个地方下手 那各位就是要了解到 或许都有试验 你开始做的时候 一天24个小时 你开始做24分钟的时候 保证你身身不舒服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心放得自由自在 都没有去受伏它 都没有去受伏它 这个时候你开始做 心在想什么 身体做什么 你都非常注意 这个时候啊 就把你的外放的精神啊 收回来 那你做个24分钟 你就会觉得很舒服 绑住了啦 都是绑住了 可是各位就不要放弃啦 因为虽然这个时候被绑住啊 觉得说分身都不住在 可是那个你要熬得过 那个也不困难啦 想什么做什么都维持那个绝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都会养成习惯 这个时候 你心在想什么 身体做什么养成习惯了 心啊不外放 那不外放了以后 各位要了解 你刚开始做啊 那个心在想什么 身在做什么 都没有受到约束了 可是你做了久了 你自然而然 就会把你那个 起心动念的内容啊 你就会稍加注意 你稍加注意以后啊 你会发现说 我怎么这样想啊 我怎么起心动念 是在想这个啊 你就会去探讨 那个内容 然后你有探讨内容以后 你就会游手选择 就会这个没营养的 我去掉好了 这个不要想 然后这个队友有利益的 我要多想 你看已经有选择了 然后经过选择了以后啊 又会深入 说这个队友有利益的 我有没有实际做啊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又要求自己做 这个时候已经 脱离刚开始 下手时候的 那个心在想什么 身在做什么 已经不一样了 然后再深入 你做了以后 你会了解说 原来我们的佛性 是这么的宽广 原来我们的佛性 是这么的佛婆 你就会越发现说 越追求兴趣就越大 那你自己有兴趣追求 那不要别人鼓励 你自己会做 所以那个觉 虽然说开始很容易 可是你做到后来 那个效果会很好 就是你真的深入 我们的佛性的 那个本体里面 非常的深入 那你深入了以后 你会了解到很多的真理 它都不变化的 我们平常 因为接触都比较表面化 那表面的容易知道 深入的就不容易 可是为了做绝 这个功夫 自然而然 你就会越来越深入 那越深入了以后 你就自然会感受 凡人的那一种 出钱 就是生活都是 很表面化 都是没有深入 在这个时候 你就会要求自己 心能够灵境 这个时候的心灵境 就不是表面了 那个就是深入 你佛性的境 你佛性到一清静以后 真的就回归到 不生不昧的本体 佛性本体 你整个很清晰的呈现 像我们做万年放下 一念不深 一样可以呈现 可是它呈现的时候 的程度 就没有这么深 那一念 这个万年放下 一念不深 你做了久 一样可以到深入 那我们万年放下 那个是生命心 万年就是万心 都是假的 都是生命的 我们把那个都放下 生命心全部放下 都进入不生不昧的 真心 所以刚开始 佛学讲 你一天之中 一定有空闲时间 两三分钟都可以 你就做 做万年放下 你万年的放下 你就会知道说 已经解除新的 伺服 已经很多了 本来都被自己 伺服 被自己的观念 伺服 现在 你可以放下 那个伺服 你自己解除了 那个绳子 绑住自己 我们都是 坤仙舍 我们都是仙 去坤仙舍 坤掉了 绑住了 我们自己 绑住自己 所以我们都 成不了仙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忙忙碌碌碌 那个仙就要 应先先 你应先先就应不住了 各位应不住了 家里整天都没事坐着 你坐得住吗 你很忙很累的时候 你很欣赏说 好 有时候坐得不太好 有一天 你都没事 你要求自己 我来坐一天 坐看看 你会腰痠背痛 哎呦 在坐得这么难 所以你会发现说 原来有事情做的时候 多么幸福 你事情太多了 你会埋怨 有那座伪料 事情这么多 你看我们人的 毛病还真不少 这个太忙了不行 太空闲了不行 要怎么样 忠道 对啦 就是要忠道 要刚好 我们都可以自己了解 由佛性来调节 我们自己的身份 所以我们讲说 要怎么样才有智慧 才不落入 那个鱼痴 就是要了解说 原来我们当人 有很多的角度 让我们选择 看看我们要走哪一条路 这个我们现佛也时常讲 人间的道路千万条 修事最高 我们修道是最高的 这一条道路 是最殊胜最好 都不会后悔 到最后都不后悔 那我们在反程 你去走哪一条路 到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你一定会后悔 说我追求的方向 错误了 留了很多钱给后代 后代在争 争财产 不要留就好了 这个我们在反程 很少都能够没有遗憾 离开反程 所以我们在生的时候 就一定要安排自己的生活 然后过得非常有意义 不会白白过 不会无意义的过 然后我们又可以改变 既然得了道 既然听了最上圣佛法 既然可以成佛 既然可以成道 我们努力的走这个道路 就是最有智慧 都能够启发波的 所以我们这个智慧 第一个智慧 我们今天讲智慧才35分钟 我们上个礼拜 讲好心来讲40分钟 所以智人有 知道有佛道可修 知道有圣教可学 知道有名师可求 知道有福可做 知道有罪可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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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看有灯,能知能见,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知见,能知能见,就是要真知,真见,不要落入凡尘的那一种对待,生命。 所以知见,就一定要佛知,佛见,正知,正见,这样才可以,所以我们怎么样启发,正知,正见,就是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念头都放下,放到都没有念头,那个就叫正见,我们有念头都叫邪见, 没有念头就叫正见,可有没有试验过,都没有试验过,跟佛学这个想象的都不同,你听到以后你就可以说,好,我今天礼拜六礼拜天,礼拜天不用上班,我利用半个小时来做,这个一个念头都不要让他起来, 然后看看他会怎么样,就试试看,三十分钟做不到的话,那三分钟啦,三分钟比较容易嘛,三分钟就容易做,你做三分钟看看,都不要有念头,看看他是什么, 所以真正的我们不起心动念,没有念,那个整个,那个灵敏度就是灵知的状态,就是很灵敏,那个灵知的状态,他没有念头,可是很灵敏, 导灵敏,没有念头,就是那种状态,就是那种状态,那个叫正知,正见,所以你能够保持那种正见,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你用这种来应对,你用这种来应对的时候, 你没有,你没有喜欢讨厌,不会有取舍,那所应对的刚好复合真理,所以没有业,不造业,不造业不受苦啦,所以当下就解脱, 这个一定我们要体会说,我没有念的状态是怎样,然后我用这种状态来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这样的话,你就会了解到说,不困难,可以做到,不是用心意识来应对啦, 所以我们了解啊,心意识,它是重眼忌讳才有,重眼消失,就没有心意识啦,所以万年前部都消失了以后,心意识也消失啦, 所以那个心意识起来的,那个都随以生命,生命的呢,我们不去追, 所以佛视线在凡尘,他就明确的说,我视线在凡尘,不告诉众生生命法,因为生命法是六道人悔,我不告诉众生六道人悔,我就是要众生脱离苦海, 所以啊,就告诉我们,假如说众生全部明了真理,佛菩萨不用再凡尘世线,因为众生都是颠倒, 所以佛菩萨只要再凡尘来修道,带领众生的这个脱离苦海, 所以啊,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啊,众生都是颠倒, 我们啊,这个假如说还没有研究心理心法, 你听到说,佛都说我们众生颠倒,我们一定会辩驳啦, 我哪里颠倒,都站得好好的啊, 没有头在底下,脚在顶上啊,没有啊, 哥有没有颠倒啊, 大概也不承认啦,哪个地方颠倒, 好,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 我们众生真的全部都颠倒, 是全部颠倒, 这个就很厉害了, 啊,都颠倒啊, 好,对,佛就讲, 有形有相, 时间都很短暂, 无形无相, 他呢,长存, 不枉, 可是我们众生啊, 对有形有相的身体啊, 重视的不得了, 对不生不寐的佛性啊, 这个等于是已经, 这个忽略的不得了, 都不知道有它的存在, 他这样一说, 我们就承认, 啊,真的颠倒, 不承认啊, 这个佛性存在, 然后重视身体, 哦,所以啊, 我们完成的, 所有一些, 这个我们身体要用的, 就很富裕, 你要买什么都有, 啊,你佛性要用的, 没人在买, 有没有人在卖那个佛性要用的, 有没有, 你卖那个佛性要用的, 你一定要, 这个, 收摊, 会赌, 无人买, 所以, 所以我们都是啊, 买这个有形有相要用的啦, 无形无相要用的, 我们都不买, 可是啊, 无形无相要用的, 也不用买, 这个有时候啊, 你还到处的接受的到, 比如说你在试食管啊, 它里面就有很多善事证收, 那个不要钱耶, 那个要你佛性做好, 都不要钱耶, 对不对, 嗯, 可是哦, 也没有人要耶, 现在佛性发现哦, 很多印了很多善事啊, 拿到那个试食管啊哦, 那个老板会说, 拜托了, 不要再贴来啊, 没有人要啦, 你拿来了哦, 占地方, 我们听了会怎么样, 这个哦, 各位就了解到, 那个女孩子不穿衣服的, 你拿一把编哦, 那个还用红面红着, 不能不能换菜, 你换菜就要买, 那个人家还, 那很贵耶, 都还生意很好, 对不对, 颠不颠倒, 嗯, 可以看, 有帮助的不看, 看了有危害的, 哦, 偷偷摸摸都要看, 哦, 所以我们真的是, 一接受到佛说我们颠倒, 啊, 真的这个也颠倒啦, 只要一说出来哦, 那全部都是颠倒, 哦, 我们认为身体是我, 佛说身体是天地的物质, 最有宏土, 不是我, 我们说是, 一直在坐啦, 可以假如说, 有一个人跟你这样争执的话, 他说身体不是我, 你会说是我, 你会说是我, 我在主宰, 是不是我, 身体是不是我, 明明可以主宰啊, 怎么不是我, 哦, 所以啊, 我们要了解到, 因为真理很多, 跟我们凡尘都相反, 哎, 啊, 所以啊, 假如说佛收到他的, 那个真的, 那个实相, 他说实相, 就是不会变化, 那我们认为身体是佛, 佛问, 你的身体会不会变化, 各位先生, 我们身体会不会变化, 会, 会啦, 都一天一天过, 我们又没有叫他一天一天过, 明明一天天过, 一年一年过, 就慢慢老了啊, 他慢慢就接近死亡了, 对不对, 都是这样, 这条路, 每一个人都要走啦, 都是要走近死亡, 都身体啊, 认为是我, 认为是很坚固的我, 没多久都要投降, 所以啊, 佛就讲, 这个身体不是我, 真正的我, 就是如来, 我就是佛, 每一个都有, 每一个都有如来, 每一个都有佛, 可是我们在生活之中啊, 全部都不承认他, 我们承认如来吗? 真的一个回应都没有啊, 承认, 要承认啊, 我们就是如来啊, 这个如其本来, 我们都有啊, 都是如来, 我们都是佛, 所以要先自我承认, 才可以真的成道成佛啦, 现在都没有生人, 要怎么成佛, 所以一定要承认, 自己就是佛, 因为你追到, 最究竟的时候, 就是追到我们, 佛性本体, 那你到佛性本体以后啊, 他没有变化, 我们身体有变化, 所以要了解到, 我们在生的时候, 就要知道说, 我们啊, 有一个如如不变的, 佛性本体, 他不变啦,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他如如不动, 而且以前都一直用那个, 照相机原理来说, 有没有, 我们假如说动的话, 我们玩过呢, 照相机的人都知道, 你在按快门的一刹那, 你假如说放动, 那个相片一定模糊不清, 照出来影像, 都是朦胧, 那你假如说按快门那一刹那, 镜头都不动, 照出来很清晰,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哦, 你看哦, 我们的头都在动, 动得还蛮厉害, 可是你动哦, 景象一样很清晰啦, 所以啊, 就是要了解, 以照相机原理来看, 我们有一个如如不动的本体, 然后这个啊, 身体形象动, 没有关系, 因为本体不动, 所以啊, 整个形象都非常清晰, 所以我们也要了解说, 虽然身体在动, 可是身体啊, 它会消失啊, 它是假的啊, 佛性呢, 它都永远在, 虽然我们身体没有了, 佛性还在, 一样在, 那我们现在啊, 就是在佛的时候啊, 就是要想到说, 我一口气不来了, 死掉了, 那我要怎么样来指挥, 我的佛性, 现在你没有指挥啊, 到时候啊, 不灵光啊, 你要指挥啊, 都指挥不来, 好像我们那个鬼压床啊, 哦, 动动动动动动, 你就是动不了, 哦, 所以啊, 或许多讲, 鬼压床的时候啊, 你身体都动不了, 你心先动, 你心先动了以后啊, 你身体就会跟着动, 所以你就脱离啊, 那个哦, 燕灭鬼的压床, 哦, 你就可以脱离了, 你就哦, 不怕它了, 哦, 因为你心可以动啊, 你心没有形象, 哦, 身体虽然被它压得不动, 可是你心动, 你心动了以后啊, 你身就跟着动, 哎, 那个哦, 燕灭鬼啊, 哦, 没法快来走, 哦, 所以啊, 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哦, 我们呢, 哦, 在生的时候啊, 哦, 就已经啊, 安排, 我们呢, 哦, 一口气不来, 死后的道路, 哦, 可以啊, 自由自在, 我们自己指挥, 哎, 不像我们现在凡人啊, 一口气不来, 鬼压床着骨骼, 哦, 他有路可以走吗, 没有路啊, 所以啊, 家属就要赶快请那个诵经团, 哦, 诵经, 告诉他道路, 经哦, 就是路, 哦, 所以啊, 我们哦, 不要我们自己找路, 哦, 在生的时候啊, 你请佛性当家, 哦, 佛性当家指挥, 现在你看我们可以指挥身体啊, 走东往西, 对不对, 那等到我们一口气不来, 一样, 哦, 佛性指挥走东往西, 照, 哦, 照常啊, 走东往西, 不会有困难, 这个啊, 就是我们都有年岁了, 虽然说后写年岁会比较大, 可是哦, 我们也都不年轻了, 那重来, 你假如说很年轻的话, 也会老啦, 哦, 一样都会老, 也会一口气不来啦, 我们都是要走这一条路, 所以在完成, 就是要好好珍惜, 能知能见, 善恶的报应, 所以啊, 这个有智慧的, 就能知能见, 能看到呢, 整个善恶的那个报应, 那么一知见以后, 更能够舍恶, 这个崇善, 我们现在, 等于就是, 我们社会缺少, 去告示这一些, 做恶的人, 说你那样会得到, 恶的果报, 现在的人, 也不容易听话, 真的要本身, 踢到铁板了以后, 他才会, 回过头来, 研究真理, 那么改写, 就正, 我们文字写出来很容易, 可是呢, 真正的我们要做, 那个就非常困难, 真的要从, 那个真理方面着手, 了解真理了, 真正的, 就可以啊, 都从, 这个正向的方面, 去努力, 那么, 那么, 非理啊, 不收, 非事不为, 不合道理就不讲, 那做出来的事啊, 不合真理就不做, 那个非事不为, 那非道啊, 不行, 就是走路啊, 不是正确的道路啊, 你就呢, 不去走, 不去走, 那非物啊, 不取, 就是啊, 不是我的东西啊, 我就啊, 不取, 所以这个呢, 比较实以说, 自己啊, 本身啊, 都能够, 这个走得很正, 那么念念啊, 中正, 我们的念头之中啊, 都是忠正, 忠道啊, 正确, 步步啊, 真实, 一步一步呢, 都走得啊, 非常的这个, 真实, 尤其我们修道啊, 一步一脚印, 就是要踏实的, 这个修道, 不能好高物远啊, 要踏实的修道, 一步一脚印, 然后积德啊, 成名, 我们积累那个善, 善累积了以后啊, 那个善会生根, 善根会成熟, 善根成熟, 有善知识引导, 我们走的道路啊, 就非常正确, 所以啊, 既得成名啊, 可以流传后世, 可以啊, 给后世的人啊, 当榜样, 是名啊, 是人, 就是啊, 有智慧的人, 那么愚者啊, 这个讲那个智慧的对待, 就是愚, 愚啊, 就是没有智慧啦, 精工, 愚痴, 所以啊, 我们了解说, 我们那个三读啊, 贪真痴, 那个痴就是最厉害, 我们都以为是贪, 结果呢, 是痴, 因为我们痴才不知道真理, 痴就是无名, 因为我们痴了才会贪, 因为我们痴才会痴, 所以痴在三读之中啊, 它是最厉害, 它实义啊, 就是啊, 无名, 所以啊, 我们呢, 那个啊, 愚痴, 愚者呢, 就是暗, 不光明啊, 就是很黑暗, 愚人啊, 心暗, 这个疑痴的人啊, 就是心都是黑暗, 那我们啊, 就是心啊, 都整个啊, 都是光明, 所以我们这个求道了, 修道了, 尤其啊, 启发不生不寐的佛心啊, 心啊, 都是光明, 所以啊, 我们在人烟稠密的地方啊, 这个光明还没有很大的感受, 那只要我们到那个, 人烟稀少的地方啊, 这个光明啊, 跟那个黑暗就差别很大, 因为人烟稀少, 就有那个痴魅王粮, 就是我们台湾话讲, 母行啊, 跟母后啊, 这个我们现在, 这个在都会去生活啊, 可以说这种东西都很少, 那假如说, 居住在那个深山, 那个人很少的地方啊, 像那个河湾山, 那个地方, 人也很少, 那个地方就会出现, 出现了痴魅王粮, 那痴魅王粮, 他是山川的, 那个接受日夜精华形成的鬼怪, 他没有人的身体, 他跟人没有烟稠, 所以他只是皱弄, 很喜欢皱弄我们人类, 那个痴魅王粮, 我们看那个文字, 那个四个字都有一个鬼, 那个痴魅王粮, 那以前或许小时候在乡下, 不是霍雪遇到, 是霍雪的弟弟遇到, 遇到那个魔神啊, 把他拉到那个签道啊, 那个墳墓, 那个墨阿波, 去给他灌五色, 所以霍雪都很喜欢讲, 因为小时候就很明显啊, 然后我们就问他说, 没有你是那么压贵啊, 无赛要你吃, 我弟弟就讲说, 可是我在吃的时候, 是大咪呢, 他在吃的时候, 觉得是他在吃面, 结果我们清醒的人看, 就是在吃乡下, 隔天晚上, 那个又来签, 要把他签去墨阿波, 那之后, 或许祖母还在, 祖母他就知道, 魔神啊就来看, 就很大声地叫他的名字, 他一旦那样, 那个魔神啊就抵了, 所以老一辈都知道, 要怎么来应对那个魔神啊, 所以霍雪对这个事啊, 特别鲜明, 记得很厉害, 白癢都没记得了, 这些还会记得, 因为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当你啊, 佛性有光明, 你心定光明啊, 我们知道心定光明啊, 佛性就是光明, 你佛性光明啊, 可以前选, 假如说你有做正弦观的话, 你会看到, 看到我们佛性啊, 是光还是暗, 你自己会看到哦, 你看到你自己, 还会看到别人, 看到别人的佛性啊, 是光还是暗, 那我们大概对自己佛性光暗都不在意啊, 所以有时候自己心想, 那个歪念头的时候, 你也不会去阻止它, 那有善念头你会扩充, 所以啊, 所以啊, 当你扩充你善念头啊, 你佛性很亮, 当你有外念头的时候啊, 你佛性就暗了, 那我们都不知不觉啦, 可是啊, 真的会看到, 而且啊, 你真的想做正弦观又不困难, 对不对, 或许都明确地跟各位讲怎么做, 然后啊, 那个佛理那个道心一来啊, 就叫大家说不要做, 做到后来, 你睡觉都, 都是啊, 整个棉被啊, 把头都蒙起来很亮, 棉被里面啊又很亮, 没办法睡觉啊, 他说没, 我那个时候就问他, 没办法睡觉, 精神老父好, 他说好啊, 那就不要睡啊, 可是大家都在睡啊, 大家都在睡, 我不睡要做什么, 大概我们就会被这个卡住了, 精神虽然很好, 可是大家都在睡, 你要起来做什么, 所以有心要念的, 要先安排自己晚上睡不着, 要做什么, 因为确实啊, 就有道心做嘛, 然后他做了以后, 就到那个, 普理基督教医院去拿那个阿弥药吃, 我说我们修我们修的法门最好就不要吃药, 你一吃药了以后, 会麻痹你的神经, 那整个我们那个神经就会, 这个没有很灵敏, 他说确实是这样, 不吃的话就很好, 可是当那个想睡, 又整个都很亮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很难去安排, 或许说说, 那这样你晚上家里也不要点灯啊, 都很亮啊, 可以省电费啊, 所以我们这个无形的东西很重要, 那我们都忽略, 那有形有相的, 因为他都有, 有因有果, 就是我们容易知道, 那无形无相的, 我们就是不容易了解他的道理, 所以那一些无形的, 他会跟我们人, 我们人到那个比较人缘稀少的地方, 他会看到我们啊, 有没有那个功德, 佛性有没有亮, 然后义啊, 我们的运气啊, 好不好, 那个吃美王梁一看就知道, 可是我们人都不知道啦, 那假如说我们很努力啊, 在修道, 都这个, 让自己的佛性光明, 那你到没有人的地方啊, 纵然是在墓墓, 那个吃美王梁他, 要保护你, 不敢揍弄啦, 不但不敢揍弄, 还会保护你, 所以或许之前啊, 都会告诉, 这个我们修道前行啊, 我说要看你啊, 佛性有没有亮, 那导也不困难, 你没有坐正弦观的话, 那你遇到那个生疏, 不认识的果, 果他会会人嘛, 对不对, 那你看到这个果的时候啊, 他会你啊, 你不要跑, 你就暂定, 暂定啊, 然后啊, 这个两眼手弦, 然后眼睛对着狗的眼睛看, 这样会不会? 假如说你的佛性是有光啊, 那狗他可以看到, 他有一两眼, 他可以看到鬼凡, 也可以看到佛光, 那他假如说看到你的, 那个玄关有光, 光明, 修道者啊, 有光明, 他的头, 狗的头啊, 会低下来, 那他很高兴, 看到佛的时候啊, 尾巴一直咬啦, 头低下来, 尾巴一直咬, 恭喜, 你佛性有光, 那假如说我们哦, 这个手弦对着他看, 他也朝着我们看, 他头没有低下, 尾巴也没有咬, 然后又开始会, 那什么现象? 就是狗眼看人低, 我们人啊, 因为狗他很中意, 子人再怎么打他呢, 他都不会去咬子人, 所以他很中意, 那我们人哦, 之一点都做不到啦, 我们被老板人骂了以后, 背后都一直在骂他, 有没有, 没有, 没有是最好啦, 自己还行, 看看哪个地方不对改过就好了, 所以我们了解说, 我们人的做法, 有一些还不如狗, 狗他很中意啊, 我们做不到, 所以狗就瞧不起我们人, 虽然我们看他呢, 就是畜生, 可是他也看不起我们, 所以或许之前都会跟我们修道的前选讲, 说假如说有人, 这个无缘无故的, 对着你讲坏话, 骂你, 我说你就不要回话, 也不要生气, 因为你看到狗在会啊, 你不要像狗一样, 也蹲下来会回去, 你把他背, 我就把你背头回来, 好不好用, 很好用, 不过头啊, 所以啊, 有时候我们遇到现象, 那个是千差万别, 那有时候你看的会惹起你, 发诚心的时候, 你就用这种方式, 你说反观一下, 自己没有够错, 那假如说他那样一直对你的话, 你就能够稍微的自我反视观一下, 我自己没有对, 那没有够错就不要起那个称分的心, 不起称分的心啊, 就把那个家侮辱在你身上的人啊, 就看成是一个狗, 这样就解决了啦, 对不对, 虽然说那个, 你看人家是狗啊你, 你是人家, 就解决了啦, 那个是因为人家表现, 有时候就像那个样子, 这样的话, 你心中的所有那一些苦闷不满都消失了, 没有了, 所以我们了解说, 我们要这个真正的当一个有智慧的人, 不要这个与人心暗, 心里面就是很黑暗, 不是高低, 不认识这个高低, 所以我们了解, 我们要了解在完成的生活, 都是很现实, 我们这个只要说对高的, 不尊敬的话, 大概马上果报就现身了, 对低的你太好的话, 好像也不怎么恰当, 所以要认识那个高低, 那愚者不知有天堂地狱, 所以我们了解说, 樊臣这个人, 很多他都认为没有天堂地狱, 各位全神有没有天堂地狱, 我们知道是有, 那假如说, 这个跟我们对谈的人, 他问我们, 天堂地狱在哪里, 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了解, 天堂地狱就在心里, 在我们的心, 所以你要完成, 来找天堂地狱, 找不他的地方所在, 可是你在心上找, 就很容易找到天堂地狱, 你只要是, 沉着好心, 帮助人, 帮助众生, 你整个心都在天堂, 你心里面一直想要陷害人, 那你就在地狱, 那个整个都会马上呈现, 那不信啊, 有罪服啊, 人悔, 不相信, 这个呢, 我们就是要了解, 这个真理里面啊, 他不管你相不相信, 真理就是真理, 那个因果报应啊, 就决定, 固定的是因果报应, 也不会说你不相信就没有啦, 也不会说你相信啊, 他就都几倍出来, 他都固定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不会因为不信就没有, 他一样都有, 有罪啊, 有福, 有人悔, 所以我们也知道说, 罪啊, 不一定常言都是受罪, 想福啊, 也不一定常言都是想福, 他有人悔, 那么一向呢, 贪花念酒, 杀生的害命, 而共口父啊, 所以那个, 鱼者, 就是鱼吃的人啊, 就是啊, 贪花念酒, 杀生害命, 然后啊, 这个呢, 就喜欢啊, 这个嘴巴吃啊, 一生之中呢, 杀害啊, 百千万亿啊, 众生生, 这个我们呢, 都不太容易承认, 说哪有, 哪有这个, 百千万亿啊, 那么多, 其实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啊, 那个父母亲啊, 就最喜欢买那个, 乌拉鱼, 哥有看过吗, 有看过, 有吃过, 你看哦, 很小的对不对, 那假如说有一盘啊, 哥也前选, 里面有多少个生命, 是不是无量, 很难算的呢, 你吃一口啊, 就不得了了, 很多, 所以啊, 我们那个时候啊, 小时候, 父母亲都说这个, 最补啦, 最补, 已经都伤害那么多的生命啊, 还是很补, 很补, 可能现在我们也一样这个观念, 养育下一代的话, 假如说还没有牵口, 这乌拉鱼很薄, 你再来吃一口, 就已经满身的, 那个啊, 够了, 满身的罪够, 那么借下百千万亿, 生命战, 真的是借, 我们就了解说, 自己养的啊, 那个鸡鸭鵝啊, 自己要杀的时候, 还要拿去蹭, 自己养的, 抓来就杀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蹭啊, 所以啊, 我们自古以来, 就已经传给我们, 你要趁趁看, 吃人家多少斤两, 往后要讨回去的话, 不要过多了哦, 就是几斤几两, 所以那个叫借吃啦, 就吃, 就吃, 借我们吃而已, 要缓的, 那么人回啊, 相遇啊, 地向的, 食蛋, 就是人回, 他呢, 出身, 那个啊, 下等众生的身体, 让我们吃, 补身, 那往后啊, 我们假如说, 这个命到尽头了, 返回来, 换了我们给他吃, 这个叫地向, 食蛋, 我们吃他呢, 就变他吃我们, 就这样, 没完没了,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 不研究这个佛经的话, 我们大概都, 不了解这个道理, 然后也, 听了也不相信, 所以啊, 想到我们人的本身, 我们一样啊, 谁杀了我们啊, 我们一定记恨, 一定要讨回来, 那我们杀了别人, 别人一样啊, 要讨回去啊, 就一命要还一命, 所以啊, 这个地向的食蛋, 那个蛋就是吃啊, 无有了其啊, 就是没完没了, 他一直呢, 在人回, 可以顾一切的牛马之羊, 畜生之类, 皆是啊, 李氏的冤亲啊, 全部都是我们, 这个李氏的冤亲, 我们不, 不只有这一生这一世啊, 有累生累世, 都呢, 一直啊, 经过, 那么善恶啊, 见熟, 都是我们这个善恶的见熟, 那么, 逗路啊, 人回, 就已经呢, 进入人回, 改头换面, 都已经改了一个形象, 来做这个畜生, 那么乙人呢, 杀死啊, 急杀自己的见熟的身, 所以我们了解说, 我们经过啊, 那个六道人回太久, 经过的严会啊, 也太多, 所以啊, 都是这样, 这个我吃你, 你吃我, 互相之中呢, 都是在吃自己的身体, 那么此朝彼杀, 彼杀呢, 此杀, 人回的路上, 亲疏不知, 我们在人回的路上, 这个不知道亲, 也不知道疏, 就是离了我们很远, 陌生人叫疏, 那我们家人叫亲, 那么相杀, 相死啊, 无有休息, 都这样的, 一直经过, 没有休息, 一失人生, 万觉难复, 我们一失掉, 人的身体啊, 经过万觉啊, 都很难再恢复, 迷恋的颠倒无事, 所以啊, 我们就了解说, 我们迷恋, 颠倒, 已经没办法算了, 但念目前受用, 不顾身后遭殃, 所以我们了解啊, 我们社会人士都是这样, 眼前好吃, 那个味道很香, 就一直吃, 那么不顾身后遭殃, 遭了多少殃啊, 多呢, 不弃啊, 这个疏守, 那迷恋耶, 主妄, 我们哦, 这个被这四个字啊, 害惨了, 迷恋啊, 就是我们真的, 不生不昧, 佛性本体啊, 我们迷了, 然后主妄, 追逐啊, 那个假的, 漏入形象都是假的, 啊, 我们都在追逐啊, 这个假的, 所以哦, 迷恋耶, 主妄, 追逐那个妄, 每一个呢, 都是这样, 那么被诀啊, 合成, 我们把那个觉性啊, 放到背后, 然后啊, 我们哦, 跟那个环城的哦, 那个所有城市啊, 环城市啊, 抱在一起, 哦, 所以后学都讲, 我们有一个哦, 动作, 就是哦, 双手合掌, 双手合掌的时候啊, 我们双手, 哦, 右手做的, 环城市啊, 左手做的, 环城市, 双手一合了, 环城市没办法做, 所以把环城的市哦, 放到背后, 然后你双手一合掌的, 把我们心掏出来, 所以这个叫, 背诚, 然后合觉, 可是就是要了解啊, 我们把环城市啊, 放到背后, 把节性哦, 拿出来, 我们就可以啊, 回到我们本来, 背诚了, 我们不贪恋环城, 环城呢, 都让我们啊, 受苦, 所以啊, 我们不要他, 放到背后, 然后啊, 把我们的, 那个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啊, 能够启发出来, 然后啊, 背诚合觉, 就是这样, 能够背诚合觉, 那么终于啊, 这个圣贤不能救度, 就是那个愚痴的话, 心暗, 纵然意到善之士, 也没办法去救他, 长城苦海, 就啊, 永远都成立啊, 在苦海, 永失呢, 真性, 就永远哦, 这个失掉啊, 我们那个真性, 一路人回啊, 万劫不护, 一走路啊, 人回, 经过万劫都不能够恢复, 所以我们呢, 这个了解, 这个迷忘了, 我们呢, 这个愚痴了, 心暗, 那么物则啊, 绝语, 领悟啊, 就是绝, 所以啊, 或者就讲, 我们啊, 可以把那个, 绝, 就是啊, 放在呢, 我们日常生活之中, 啊, 绝就是物, 就是领悟, 那么领悟啊, 我们这个, 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 能够领悟, 物则, 绝缘, 物人啊, 绝知啊, 自己是佛, 所以领悟的人, 已经能够绝知啊, 能够知觉, 自己啊, 就是佛, 所以啊, 你看, 佛都这样讲啊, 不是后学发明啊, 佛都这样讲, 我们呢, 绝知自己是佛, 知觉啊, 自己是佛, 已经啊, 知道了, 我们本来就是佛, 然后墓啊, 羡慕这个道, 修行, 我们呢, 要羡慕这个道, 来修行, 三业啊, 无亏, 三业呢, 就是我们, 生业, 口业, 跟义业, 三业, 三业啊, 都没有亏欠, 生业啊, 没有亏欠, 然后啊, 口业啊, 没有亏欠, 异业啊, 没有亏欠, 我们大概啊, 这个口业最容易啊, 忘失啊, 嘴巴啊, 我们这个环城带来啊, 在这个上一世带来的福啊, 都很多, 我们在这一生啊, 这中啊, 嘴巴乱讲话, 都把福用掉了, 所以啊, 我们呢, 叫人家, 这个少说话, 都会讲说, 留一点口德啊, 有没有, 就是不要乱说话, 让我们那个口啊, 那个德都还在, 都存在, 所以啊, 我们了解说, 三业都没有亏欠, 生口意, 这个生口意啊, 我们就是要了解, 完成之所以会造业啊, 就是生口意, 就是这三个, 三业, 三业都没有亏欠的话, 那我们的业啊, 大概都不会造下来, 所以, 生口意啊, 非常重要, 那么六根啊, 清贱, 这个写下来是很容易的, 六根清贱, 可是我们真的在生活里面啊, 六根是很不容易清静啊, 各位前行, 哪一根最肮脏? 我们哪一根啊, 接受凡尘的污垢啊, 是最多, 眼睛, 眼睛哦, 嘴巴, 嘴巴, 所以啊, 各位这样一讲, 大概六根都, 都是很污垢, 我们耳朵也是一样, 这个什么都听啊, 迷迷之音的一样都接受啊, 所以我们了解说, 要六根啊, 清静, 因为清静就回到佛性本体啦, 那本来我们的六根啊, 也就是一性也明, 然后啊, 分给六根用, 一性也明啊, 给六根用, 六根一用了以后啊, 就变成各有各的主张, 这样啊, 就撕掉一性也明啦, 那讲到说六根清静的话, 就恢复到一性也明, 那一性啊, 就是我们不生不昧的佛性, 他严明, 严满光明, 所以啊, 我们了解说, 六根啊, 不要让他当家啦, 不当家就好了, 大概我们修道, 最大的困难问题啊, 就是在六根当家, 要把它转移, 给佛性当家, 这个是最困难, 可是各位要了解哦, 早一点做, 因为我们毕竟呢, 在缓尘的时间都不长, 我们不要想说, 老一点再来做啦, 等不到老都死掉了, 所以啊, 要快一点走, 快一点让佛性当家, 把六根啊, 就是让他知道, 他就是奴才跟那个悲女, 不要让他当主人啦, 主人是佛性, 啊, 所以佛性当家, 这样呢, 就可以, 哦, 我们啊, 在生活之中啊, 就可以啊, 不造业, 就不受苦, 有荒呢, 有变, 无我无人, 所以啊, 有荒有变, 这个呢, 我们就是要了解, 在这个度化众生的时候啊, 我们领悟了, 他也要别人领悟, 那就要看对方的程度, 跟他接受的状况, 要能够让对方接受啦, 所以那个方便啊, 就是要想吃啊, 什么样的方法, 可以让对方接受, 那个叫方便法门, 啊, 所以佛也一样啊, 都用方便法门, 度化众生, 不能说一下子啊, 就拉到那个最高的那个境界啦, 那众生一听到, 那个离他太远了, 他就会自我放弃啦, 说啊, 那个我没办法, 所以他就不想修了, 这样啊, 你害人家会命, 那你跟他讲啊, 只要你肯修, 慢慢来没关系, 这个叫方便法门, 所以一定要用, 虽然讲出来还不是真正的究竟那个真理, 可是啊, 可以引导那个向善的方向, 可以累积那个善根, 所以要方便有方有变, 然后无我无人, 就是啊, 我们在这个度化众生的当下, 就要了解说, 这个众生都是佛啦, 那个我也是如来, 所以没有众生, 没有我没有众生, 没有我没有人, 所以这个离, 我们就是要真的了解, 佛菩萨, 欧罗汉必知佛, 都是一个假名称, 所以佛他就讲, 没有众生, 那没有众生有没有佛, 没有众生就没有佛啦, 没有佛没有众生啦, 所以啊, 我们要了解说, 有时候接受这个名词啊, 那个台北前行人就在讲, 没有菩萨, 我都在拜菩萨咧, 有没有菩萨, 所以啊, 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那个讲到没有众生, 没有佛, 没有菩萨, 那个已经是究竟啦, 究竟里面, 什么名, 什么像都没有啦, 你什么都没有才能够究竟, 可是那个毕竟是最高啊, 我们都还没到嘛, 所以啊, 我都在拜菩萨咧, 没有菩萨, 有菩萨, 确实有啊, 菩提萨都, 菩提就是觉, 萨都就是有情, 有情的众生已经觉了, 那个叫做菩萨, 那我们也可以啊, 我们这个是, 这个有情, 就是众生, 然后我已经觉了, 是不是菩萨, 说到佛, 说到菩萨, 我们都常常, 不敢承认, 要早一点承认, 是, 要很肯定, 这样才会真正的, 真的到达那个程度, 制度度他, 就是我们自己啊, 要制度, 先让自己啊, 能够进入, 不生不寐的佛现本体, 那个就是真, 真理的领域, 那佛就是在真理的领域, 那我们也进入, 我们也进入啊, 真, 真理的领域, 啊, 所以啊, 这个已经呢, 自己啊, 度了, 自己啊, 已经呢, 不把自己当众生了, 制度了, 然后也度他, 我们自己度了, 我们呢, 亲朋好友, 我们也希望, 他跟我们一样, 都能够呢, 走路啊, 不生不寐, 佛现本体, 制度啊, 又能够度他, 然后同成佛道, 同成佛, 同成道, 都是能够成就, 那只要我们能够, 彻底的了解, 自己啊, 不生不寐的佛现本体, 那成佛成道, 就是这个, 佛现本体啊, 成佛成道的, 都已经呢, 不困难了, 那么, 虽住世间, 四华不朗, 虽然我们还呢, 住在凡尘, 可是凡尘的, 所有一切啊, 名利, 所有一切呢, 物质的享受啊, 我们都, 不感染, 不朗, 不朗到啊, 这个凡尘的, 所有一切啊, 这个享受, 四华不朗, 那因为我们不懒世华, 就不贪恋凡尘, 不贪恋凡尘啊, 又不感染, 这个凡尘, 污垢, 凡尘的, 这个污垢就没有, 所以我们最怕的, 就是贪恋凡尘, 一贪恋凡尘的, 自己啊, 都不会修道了, 那不修道, 就不能够成道成佛, 所以自己啊, 要努力, 那么做尘劳内, 转大法人, 我们呢, 还呢, 在凡尘身佛, 可是啊, 就可以啊, 这个引渡众生啊, 都可以成道, 可以成佛, 这个呢, 就叫讲, 转大法人, 使众生呢, 都能够成就, 那么画呢, 这个娑婆世界啊, 为极乐邦, 把我们这个, 娑婆世界啊, 这个苦海, 都呢, 画为极乐, 极乐世界, 极乐邦, 那个极乐的, 那个国度, 那变地狱啊, 为天堂, 把那个地狱啊, 这个, 地狱的众生啊, 都是啊, 受苦的非常严重, 然后我们呢, 变了这个地狱啊, 为天堂, 没有那个地狱受苦的众生, 那我们要了解到, 为什么会啊, 地狱受苦啊, 非常严重, 就是啊, 不知道真理, 然后造了很多恶业, 那造了很多恶业啊, 自己啊, 就是接受, 那个痛苦, 所以啊, 要了解都是, 自重, 自受, 那我们要把地狱啊, 变为天堂, 就是要告诉众生啊, 所有的恶, 不要造, 所有不好的啊, 你不要做, 你做了, 你就要去接受果报, 啊, 所以啊, 告诉所有众生, 恶化都不能行, 不能做,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地狱啊, 变成天堂, 地狱受苦的众生啊, 已经没有了, 那么指迷途, 见佛性, 那个指迷媚图上的人, 此迷途啊, 见佛性, 这个指在这个迷媚, 还不知道, 我们有不生不媚佛性本体的人, 给他呢, 指点, 能够呢, 让他见到佛性, 见到佛性啊, 才可以成道成佛, 没有见到就成不了啦, 所以一定呢, 要见到, 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 那么, 做知佛事, 就是要做的, 佛所做的事, 就是度偷众生, 度偷, 有情, 有情就是众生啊, 有情事, 我们众生都是有情事, 所以度偷, 有情, 不舍慈悲, 就是呢, 我们呢, 就是要大慈大悲, 这个慈啊, 娱乐, 悲呢, 拔苦, 把快乐啊, 给众生, 把那个, 樊尘啊, 这个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 众生啊, 灵本同体, 所以啊, 大悲, 那个心啊, 就是啊, 灵都是同体, 众生在受苦啊, 就是我在受苦, 所以啊, 要救度众生啊, 脱离苦海, 要众生都能够修道, 成道成佛, 那个呢, 就是啊, 不舍慈悲,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一定要知道呢, 他的内容, 那个事项啊, 救拔, 就是我们呢, 很坚定的心啊, 要来救拔苦难的, 这些众生, 那么若有众生呢, 得供养者, 所得福德, 如供养三世之我功德, 假如说, 这个有众生啊, 得供养, 这个我们觉得说, 这个众生啊, 他的想法, 作法, 值得推广, 那个呢, 就是啊, 得供养, 可以得到呢, 人家的供养, 那么你供养这一些, 利益众生的人, 那么所得的福德, 得到的福德, 就好像呢, 供养三世啊, 知佛功德, 三世啊, 过去世, 现在世, 未来世, 供养三世, 知佛的功德, 等正啊, 无二, 跟他平等一样, 没有两样, 所以我们了解说, 假如说我们在, 许可的幻为之内啊, 我们就是要, 多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 可以故, 自觉觉人啊, 名为正觉, 我们能够自觉, 又能够觉人, 所以啊, 我们要了解说, 自己啊, 先要自觉, 然后啊, 我们还要觉人, 用这一种, 我们呢, 领悟的这一种状态, 也使别人啊, 领悟, 所以自觉啊, 又觉人, 这样呢, 就叫正觉, 这个正确的方向, 正觉, 那么俗华, 立身, 能够呢, 讲词, 修持的, 那个方法,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法, 就是非常重要, 我们得到呢, 殊胜的法门啊, 才可以成道成佛, 所以啊, 我们呢, 不要签认圣法, 知道法好, 就是呢, 要修华, 来利益众生, 所以修华, 立身, 妙用神通, 我们呢, 可以说啊, 只要进入佛信啊, 我们那个神通啊, 就会有, 他有的话, 我们要妙用, 所以都已经有说了, 佛经里面啊, 就已经讲, 我们要呢, 妙用神通, 就是我们应该有的, 本来有的, 那因为我们追求的方向啊, 都呢, 朝着凡尘的那个名利, 朝着凡尘的物质, 所以啊, 我们的神通都没有呈现啊, 所以假如说能够, 让啊, 我们的佛信啊, 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之中呈现, 我们的神通自然就会具备, 那有神通了以后, 你就要妙用, 所以啊, 妙用神通, 那以佛无二, 就跟佛一样啦, 佛也是一样, 妙用神通, 度化众生, 那我们也可以, 妙用神通, 以佛一样, 能开众生啊, 佛是知见, 能够呢, 这个打开啊, 所有众生, 佛的知见, 每个众生啊, 都有佛的知见, 只是我们都迷昧了以后啊, 都是变成众生的知见, 众生的知见啊, 就造了很多的业啊, 让我们一直受苦, 那假如说是佛的知见啊, 都是要我们脱离苦海的, 那我们心中啊, 自然而然就不会再造约, 那么能指众生啊, 悟佛知见, 能够指点呢, 所有的这个众生啊, 能够领悟啊, 佛的知见, 那我们呢, 本身啊, 都是佛, 那我们能够知道, 万年都放下, 一面都不生, 那个就已经呢, 就是佛的知见, 佛的知见呢, 不是很困难, 只在我们啊, 要不要做, 要做的话, 我们呢, 就是啊, 能够啊, 把那个念头啊, 都让它呢, 不生, 不产生念头啊, 自然啊, 就已经呢, 是佛的知见, 那么能引众生, 入佛知见, 能够引导啊, 所有的众生啊, 进入啊, 佛的知见, 能救众生, 能够呢, 究竟, 成前众生, 成佛之见, 要怎么样成佛啊, 都能够告示众生, 让众生呢, 真正的, 究竟啊, 都能够成佛, 那么所以则和, 为什么呢, 大物之人啊, 能够这个大物, 领物啊, 他又是大物, 所以物啊, 有小有大, 能够大物啊, 就是物名, 自己的, 不生不媚, 佛现本体, 那个叫大物, 得名啊, 菩萨, 能够大物啊, 就可以说了, 已经是呢, 菩萨, 那得秘密啊, 真正的口诀, 就是得到, 那个真正的秘密的口诀, 若有兰里啊, 得见得闻, 信他呢, 法化, 相信他的这个法来教化, 那么皆是正因, 皆是正果, 那么这个讲到这边, 因为我们上个礼拜, 八个问题还有留下五个, 五个都还没有回答, 所以我们就一样留十五分钟, 来回答这五个问题, 请问留讲师, 第一个问题, 佛心就是水火风土, 水火风土就是佛心, 所以虚空就是佛心, 佛心就是虚空, 佛心就是三合大地, 万象万事, 全部都是一笔, 那请问留讲师, 我们的身体也是我们的佛心对方, 将来我们归功把身体自大, 归还给大地, 其实也就是归还给佛心, 这个很会, 他很会这个逻辑, 他用逻辑的方法, 来讲这个佛心的内容, 可是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在讲说这个三合大地, 我们就讲佛性, 在讲我们人, 那个佛性的话, 我们称佛性, 所以佛性也, 在我们凡尘来说的话, 我们一听了, 就知道说人佛性, 就是成佛的正因, 那讲法性, 它是包含佛性, 佛性也是包含在法性里面, 那它是所有凡尘的三合大地, 万象万事, 所以就它的范围是比较宽广, 那么在我们这个名称来讲, 它叫做如来场性, 如来场, 如来寒场, 万象万事, 如来场,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以那个逻辑来说, 水有宏土就是法性,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把那个水有宏土说成四大, 那个大就是磨合, 磨合就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 充塞整个宇宙虚空, 就称为磨合, 那因为水有宏土, 它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 所以整个宇宙虚空都有水有宏土在, 不只有太阳絮, 超出太阳絮, 一样有, 都有水有宏土, 所以我们了解到, 有时候在我们口语上讲, 说水有宏土就是佛性, 说我们身体就是佛性, 所以要了解到, 这样说没有错, 可是我们这样说, 我们人类的相信度就不高, 所以他的说法都有其, 或许一再研究, 都知道他有他的, 比如说他要说到三额大地是佛性的话, 他会讲如来常性, 他含常在如来, 佛性里面, 所以这样子说的话, 表示说如来常, 可以生花三额大地, 而三额大地, 他不能生花佛性本体, 有没有差别, 我们一听了就会有差别, 可是假如说以刚才这样问的那个角度跟口气, 他就变成是一体没有差别, 虽然在大方向来讲, 这样也是可以, 可是我们听的人就会觉得, 好像哪里不通顺, 那觉得佛在讲的, 有时候再三的问, 他的回答都一样, 不会说随着我们问, 他就按照我们问的角度, 来承认这个事实, 那或者就会想说, 他一定有一些地方, 会有不一样, 虽然我们也了解说, 整个佛性充在宇宙西空, 宇宙西空非常广泛, 我们佛性也是非常广泛, 可是他有能生的那个角度在, 那讲到所有宏图, 所有宏图他就没有那个能生的那个角度在, 有没有这个发现, 我们的佛性可以生发三额大地, 对不对, 三额大地可不可以生发佛性, 就不行了啦, 所以角度就有所不同, 所以我们了解说, 还是要接受佛的那种观念, 所以以佛性为主体, 然后生发完成了万象, 万象是从我们佛性生发, 可是要了解哦, 这个万象的生发都是旺, 旺, 可是我们佛性是真, 所以迷旺才有虚空, 依空才立世界, 有世界才有万象万事, 对不对, 所以万象万事都在虚旺里面, 那我们是从真, 然后起望, 从真, 从佛性本体真, 望就是整个现象, 这样有没有更透彻的了解, 所以啊, 真跟望, 真耶, 从真起望, 这个是很自然而然, 然后我们不能说从望来生真, 望不会生真, 望只有从望归附到真, 它是属于归来, 所以我们了解说, 真才可以起望, 你望不能生真, 所以他问的大概最大的差别, 观念就是在这里, 真可以生望, 旺不能生真, 有没有分配出来, 好, 再问, 好, 第二个问题, 六小师曾经说, 有灵气的地方树木茂盛, 蛇很多, 请问灵气是如何形成, 什么是灵气? 这个我们要了解到, 那个天地精华, 天地的精华, 那么天地精华之首在, 那个地方就有灵, 那我们在樊城, 假如说你看到那个山, 它有大的室木, 然后你到那一种下午, 它还没有下雨的之前, 它那个树木会有那个, 有云生花, 那个地方就是天地的精华, 所以那个地方有灵气, 我们到那个地方去修道, 会有帮助, 可是那个是十亿, 地理的, 地理的那个现象, 是十亿天地的灵气, 不是我们人的灵气, 是不是这样问? 他学问说灵气是如何形成的? 那个是天地的精华, 你看哦, 假如说那个山, 都是没有大的树木, 都是一些草杂草, 那个就没有灵气, 那个没有, 所以要有灵有气, 就是山川那个精华, 就是啊, 那个山川里面, 它有含藏那个珍珠在, 它有那个, 就是天地久而形成的那一种, 我们说那个珠, 珍珠, 知道意思吗? 有那个里面, 它有那个贵重, 我们凡尘熟贵重的东西, 它在里面, 寒藏在里面, 那个海也会有, 那个大地也会有, 然后山也会有, 所以假如说山有那一种知在, 那个山就会觉得说, 看得啊, 你去画山水画, 就画得会看起来很舒服, 那个就是有灵气在, 那我们要了解到, 那我们要了解到, 凡人, 假如说心善, 那一种灵气啊, 贵很多, 那假如说我们整个凡人的心恶, 那一些不见了, 就一直埋, 埋得很深的地底里面, 融将融化,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这个天地啊, 跟我们人的心啊, 有息息相关, 人心善良, 天地的那一些物质啊, 就是那一种七宝, 它会一直呈现, 让我们用啊, 都用之不觉, 不会这个没有消失, 可是假如说我们人心恶, 这一些都不见了, 都埋在深底, 地的很深的地方, 那我们地的很深地方啊, 就是龙江, 很热的龙江, 它变成融化了, 没有了, 那假如说我们凡人都很善良, 它会浮现, 浮现也在这个地的表面, 水的那个河海, 也会看见, 这一些很贵重的东西, 那养生的东西也是一样, 我们人善, 地的生长, 让我们人吃了以后, 就身体会健康, 那我们人的心不好, 地生的东西啊, 虽然吃了可以养生, 但是也害身, 也害我们生命啦, 所以变成一半一半, 那现在变成哦, 地生长的东西啊, 被那个虫吃了, 我们就用农药, 然后用农药了以后, 我们人也吃了, 就变成哦, 地虽然要生长, 那个万物来养生, 可是我们人啊, 变成用那一些农药来害身, 害你的人生啦, 所以就变成这个样子, 也可以养生, 也可以害身, 像灵知道了吗, 地灵, 还没清除啊, 灵灵啊, 三川精华, 天地的精华啦, 那个啊, 灵就是天地的精华, 自然形成啦, 那第三个问题, 有些美国人说, 金子是来自天堂是吗, 金银珠宝是如何形成的, 刚才不是回答了嘛, 就是哦, 这一些我们用的七宝啊, 都是从地底浮现, 那为什么会浮现, 就是因为我们人心善, 人心善的时候, 地浮现的就是七宝, 所以我们到弥勒下生的时候啊, 我们整个大地都是七宝, 我们踩的大地啊, 都是七宝, 那个时候哦, 那个时候的七宝就像, 我们现在的那个土石一样, 你走在土石, 石头上面, 以后啊, 那个弥勒书下生啊, 整个呢, 那个道路都是七宝, 你走的都是七宝的道路, 所以啊, 或许一看说, 哎呦, 怎么不现在来, 现在都来的话, 大家都吃气啊, 不用工作去捡就好了, 可是要等到, 没到下生的时候啊, 才会有了, 哦, 还有两个钟, 灯木花老会结安微色, 请问神空面小白兔也是灯木花老所产生的吗? 如果我们灯木花老一直想小白兔, 会结安微色见到小白兔吗? 这个很会想象的, 所以要了解到, 他的那个灯木花老是一种形容, 就是我们一念无名升三系, 夜象转向跟现象, 那个时候都没有, 整个现象都没有, 那因为我们, 那个第二个那个转向, 把我们本来的那个智慧之光, 就是波仁, 我们把它转成能见就见, 我能够看见, 因为能见就要有手见, 你要看你的夜象, 夜没有像, 你要硬要看, 那个叫做灯木花老, 你一直不眨眼睛, 一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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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前一前, 会形成什么现象? 就是空中有花老, 很容易体会, 你蹲下来五分钟, 你突然站起来看看, 你会看到什么? 那个就是灯木花老, 他这个是形容说, 我们整个三额大地, 就是这样呈现, 从望呈现, 他来, 来处不真, 所以我们现在, 就是要去观照, 比如说念头, 你从哪里来, 念头消失, 你去哪里, 你把他观照, 你会发现, 来没有来的地方, 去没有去的地方, 那我们生从哪里来, 你找不到你从哪里来, 死了去哪里, 你找不到你死了去哪里, 所以这个就要了解到, 都是望, 不真, 真他都在, 因为望他不在, 不在你要找他来的地方, 没有, 你要找他去的地方, 没有, 没有都没有, 所以不可得, 圆满菩提, 然后归无所得, 你无所得, 就圆满菩提了, 所以, 贴有俄潮 正确 现在都是机型线 ت vou regime我喉的ď苍 ITH制 让警线 可怜 时候 平